我们安静一下 我们开始今天授课 今天呢我们安排的是强化班的法理学部分 那么大家拿到讲义以后 第一感觉老师讲义好薄啊 那当然了 我把所有法理学内容浓缩成十张表以内 大家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大家把我这个那个讲义认认真真翻个三到五遍 那么基本上法理学选择题部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注意啊我强调是选择题部分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强化系统的讲义 我们是要求很快速的把这个重点部分给大家进行一下梳理 让大家马上的了解到法理学的构成要件 以及法理学的一些考察特点 好那么在讲具体知识点之前 我先说一下啊 大家现在遇到的一些比较大的困难的问题 或者说给大家稍微给大家三个小建议 第一个呢 大家知道我从05年开始讲这个内容 到今年呢17年已经12个年头了 在这12年当中有无数人问我 说法硕难不难 其实平心而论 法硕考试难度其实并不大 难度并不大 它主要的难在哪呢 难在它考察的特点上 也就是它考的什么 考的特别细 更重要的是它对背诵量要求很大 对背诵量要求很大 它其实难度不大 但它背诵要求很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背诵量要求大 所以呢我在05年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 叫每天早上一小时 综合课突破120 每天早上一小时 综合课突破120 也就是说每天早上 除了你一小时背单词以外 你还要花一个小时背什么 综合课 那综合课看什么呢 目前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当然是看什么 考试分析了 但考试分析写的缺乏重点 难点也不突出 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些是要记的 哪些是不需要记的 那么后来呢我们换成了讲义 那么我总结了45张表嘛 45张表帮法理宪法法治史都有 那么法理学就这十张表 就这么一点 我的要求是什么呢 从现在开始到考试 每天一个小时 把这本讲义看几遍以上呢 看十遍以上 你说怎么可能呢 当然有可能了 他没多少页啊 你看一下 他法理学才23页 宪法最多也就30多页 然后再讲法治史 法治史我知道了 法治史就五表 就五张表 总共才十页子 总共加钱多少 总共撑死也就是什么 六十页 一天看十页 六天看完 现在考试还有多少 起码六十天以上吧 对吧 那起码六十天以上了 对吧 还有一百多天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能看完十遍 你想想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你看过十遍以后 你都能记住 一个完全什么 有体系的东西 你可能能记住 主要这个方法 只针对综合课 为什么 因为明星不适合的 为什么呢 明星不是贝多芬学科 我们这个是什么 贝多芬学科 什么叫贝多芬学科 贝了就多芬 有没有听说过 早上起来读民法的 没有的 都是早上起来 要么背单词 要么早上起来读什么 综合课 所以牢牢记住这句话 每天早上一小时 综合课突破120 每天早上一小时 综合课 对不起 每天早上一小时 综合课突破120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我们看的内容 一定要是看自己 最熟悉的内容 最熟悉的内容 基本上 如果你对基础讲义 比较熟悉的 用基础讲义 对强化讲义 比较熟悉的 用强化讲义 这是第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非常非常重要 我认为在考试当中 这个建议是最为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建议是什么呢 第二个建议是要重视真题 很多人啊 有一个错误的说法 说老师真题可宝贵了 对吧 就那么几年 我一定要留在最后面 练速度用 或者什么 练自己水平用 我觉得你可以留一年 比如说你可以挑个 15啊 或者16啊 17啊 留一年时间 作为你的什么 考前模拟和练速度 在折校的时候 就学校的时候用一样 留下一年就够了 剩下的年份 你就赶紧做吧 这个不重要 关键在于真题要做几遍 做三遍 主要真题至少做三遍 第一遍呢 叫明对错 第一遍做完 你不要太担心 如果做了不到50% 没有关系 因为毕竟你们大部分是非法学 这块东西还没有学过 或者说学过以后 不可能马上就做对 如果你学完了 马上就做对了 那你还需要来培训什么呀 直接考试不就好了吗 大部分人 我觉得能做对一半 就了不得了 第二遍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把做错的题目 再做一遍 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一到题目 做错过了 一定要重点标记 很多人说老师 我只要做错的题目 我一定能做对 你错了 大部分人吃一天长一智 那是圣人所为 大部分人都会在阴沟里面 翻很多只船 这毫无疑问的 只要你遇到过一个渣男 你在后面会遇到 无数个渣男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你就是好这一口 这个毫无疑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改变你的人生目标 和习惯是非常难 非常难的 所以做错两遍 那很正常 我告诉你 真题还要做第三遍 第三遍是什么呢 把做错两遍的真题 要给我再做一遍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第三遍依然会错 依然会错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人生最悲催的 不是题目不会做 这很正常 人生最悲催的是 拿到这题目一看 这个题目我做过 我清晰地记得我做错过 但我才想不起来 正确答案是什么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三遍做错的题目 一定要拿个小本子出来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错题本 一定要有自己错题本 把三遍做错题目 怎么样 把题目选项解析 认认真真给我抄一遍 最好问一下老师 有可能这个题目 本身是有问题的 有可能 这有可能的 你千万不要认为 真题没有错的 真题也有错的 而且真题有些观点 是在发生变化的 就当年是这个观点 后来发现又有个题目 跟它差不多 但答案变了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要问老师 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好 然后记住了 把这个本子放起来 考试前一周 把自己做错三遍的题目 认认真真翻一遍 如果你能把自己 做错的所有题目 都能做对了 那就不是什么 那就不是120了 都有可能突破130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是什么 第二个建议 一定要注视真题 很多人都基本上 死在哪 死在真题上 好 我问一个人 有没有考过 我只要问他一个问题 他就基本上 就答不出来 你真题做了几遍 很多人说 老师真题可珍贵了 我就做了一遍 就在考场上做的 你真怎么弄 对吧 真怎么弄 对吧 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 要求至少三遍 是至少三遍 在没有做完真题之前 先不要破模拟题 你先把真题好好做了 在没有做完真题之前 不要破模拟题 因为模拟题 有可能把它带到沟里面去 不过这话一说完以后 我今天晚上 还给大家讲模拟题了 当然我讲模拟题的时候 当然我会讲到 如果是用真题的角度的话 会怎么出 这就是晚上的事情了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要 除了正常上课以外 中间不休息 就往下 还要再加一个半小时的课 就讲题 应该是通知了吧 那如果没通知 就当作没说 对吧 有可能不在这边 好 那么我们继续说讲题的事 讲真题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 我说一下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主观题 关于主观题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考法硕考试 跟大家以前听说过的 司法考试有重大区别 就是我们有考什么 考主观题 我们的主观题 跟其他主观题还不一样 我们考什么 简答分析和什么论述 特别是简答和论述 这部分内容 分数一定要拿到 大家注意到 法理学论述题 是迄今我见过的 最简单的论述题 为什么 他从来不问你为什么 他只问你 他好不好 大家注意到 你看过历年真题 去年考的是什么 两法善治 他可没问你 为什么要搞两法善治 他问的是 你觉得我们提出 两法善治 这个口号 好不好 那当然好了 前年考的是什么 公正司法 让每一个人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好不好 当然好了 那今天考什么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今年最热的问题 大家今年最热的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五三讲话 5月3号 习总书记 在中国政法大学讲话 提出了一个重要口号 叫什么 德法兼修 这一定要记得 今年80% 考这个 德法兼修 提出一个口号 叫什么 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 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 法安天下 德润人心 然后要求你 从法语道德角度 来谈一谈 这个东西 好不好 注意哦 他不会让你谈 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没有对的 没有对和错的 其中数据说的 都是对的 他说的好 说的对 说的呱呱叫 这个你不要争议的 这个你一定要争议的话 那就没法答题了 德法兼修 好不好 好 这是毫无疑问的 法律道德不可分割 相辅相成 他们是不可分割的 一个整体 犹如飞机的双翼 权益不可 比如说老师 都用飞机双翼不好 那你可以用自行车的 两个轮子 一个硬币的双面 缺一不可 一只鸟的两个翅膀 这无所谓的 关键强调 德法兼修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大家知道 现在最火的是什么 建军九十周年 建军九十周年 会不会考到呢 我个人认为 在法术 法学考 法术考试当中 考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毕竟我们对于军队建设 这一块设计的 并不是很多 这我实话实说 但是你们政治 今年一定会考到 大家知道 之前考过联合国 八十周年吧 今年九十周年 建军九十周年 在什么近代史上 这是一个大事 对吧 我们终于有了 自己的部队 对吧 得到了一个血的教训 怎么样 枪杆子里 出什么 政权 不能老借别人的枪 来打天下 得有自己的枪 于是提出了一个重要口号 这个口号 选择体定位考的 当对枪 要什么领导 绝对领导 主要当对军队 一定是绝对领导 这个一定给我牢牢记住 一定给我牢牢记住 这个选项 今年一定会出现 主要大题是不会的 选择体会的 为什么 大题毕竟军队 跟我们考法学考试 还是有点远 好 这是什么 这是第二件事 那用说老师 今年香港回归二十年 本来我也要这个的 后来一看 基本没什么可能性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宪法的问题 而我们论述题 指出什么题目 法理题目 所以这个不考 这个不考 那不是说论述题不考 不是那个不考 但是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忽视了 我们中间发生了一件事 习总书记 罕见的 对司法体制改革 做了365个字的批示 这个倒是今年的考试点 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说习总书记 罕见的 对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提出了几点期望 总共365个字里面 他选一部分 好 谈一下你对习总书记 期望的看法 主要 这套题目最恶心的是 谈一下你的看法 很多人真的以为 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对吧 那就被吹了 什么司法体制改革 很可能是胡闹 对吧 那你的分数就是胡闹 对吧 毫无疑问道 一定要是重要 我们司法体制改革 在稳步进行当中 在习总书记 在英明领导下 我们达到了公正高效 或者什么 公正高效 公正公开 公平 这是一个完美的司法体制改革 对吧 虽然我们结果还没看到 但我们在路上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内容是我今年压的主要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忽视了 但是考试是个很好的点 因为去年已经考过两法善治了 今年肯定考什么 公正司法 虽然公正司法前年考过了 但是呢 一模一样的可能不太会有 好 然后就是什么 德法兼修 德法兼修我认为 今年是重中之重 好 那么你们还有一个东西 还没发生 但一定会发生的 是什么 不是攻打印度 不是这个 打印度这事 我们考试不考 考试不考 不是 不打印度 不打印度 是什么 十九大 十九大报告 今年百分之一百考 但是会不会放在论述题里面考 我要看看这十九大报告 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现在没见过报告 我也不知道 等报告讲完最重要 报告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你要看一下 我们的总旋律是什么 现在清华大学提出了一个很可怕的口号 要提出什么 习近平思想 你说这多好呀 当然好了 大家说在中国能造习近平思想的 只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后面两位领导人只能造什么 叫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官 当时我认为习总书记应该会叫四个全面 但错了 现在习总书记说四个全面 哪能归纳我这一伟大的一生 好 因此要提出什么 习近平思想 如果这个东西被十九大规定进来了 这个中国将会有大的变化 为什么呢 大家说能叫名字的 他们都实行的是什么 这种神志 这就很可怕了 中国有可能证据这块会有大的变动 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有人在网传 习总书记要走什么模式 普京模式 什么叫普京模式 先因为宪法规定的 只能干几届 两届 那怎么办 那我退一届 退一届以后怎么样 再上两届 这个事情是猜测 我们不能妄议中央 但是如果他打出了习近平思想 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要注意 但是普京比他年轻 这是他的最大优势 那我习总书记 毕竟年纪还是有点大了 但是你要想过一个问题 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候 年纪也很大 那你说这样一说 你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好 这个要注意的 小平同志有一句话 说得很有名的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愿意为中国人民燃烧一辈子 他终于真的燃烧了一辈子 他在哪个岗位上燃烧了一辈子 中央军委主席 所以习大大可能今年 也要在中央军委主席 燃烧一辈子 好 如果他真的燃烧了一辈子 中国政局会发生巨大变化 好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考试考不考 不考 毫无用的 考试总会考这个 考试考什么 19大报告 19大报告有考的 考试考什么 19大报告 他会给你摘录一段 关于法治的话 然后谈一下你的看法 注意 你就有一个看法 他说得对 说得好 说得呱呱叫 他照亮中国未来30年的路程 大家知道19大报告 这个定位要定位到什么 中国未来30年的定位 中国未来30年怎么发展 就看19大报告了 这是很多人认识不到 19大报告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什么 我们用了几个词 对吧 用了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起存转合的年代 也是进入小康社会的决胜年代 这五年规划 19大报告要规划五年 要规划未来30年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19大报告 今年100%在政治考察 100%在我们考试里面考察 这是考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不算雅体 是个傻人都知道 今年肯定考19大报告 关键在于什么 考哪个部分 那我们这部分很好找的 19大报告一定会从经济 政治文化 哗啦哗啦下来 肯定会有依法治国专门一张 我要看看它有没有新的表述 什么叫新的表述 就这句话我没见过的 如果有 那说明这个东西 就是考试的新内容 比如说现在最有名的一句话 叫什么 法安天下 得入人心 这句话以前没说过呀 法德法建修 以前说过吗 没有 以前叫依法治国 与德治国相结合 多傻的话呀 再次习总书 那个什么 江泽民同志提的 后来还被法学家骂得不成呀 现在习总书记 再次提出 大家知道 这个是在1997年提出来的 在后面又再次什么 再次提出 肯定有其道理 好 再说一下 主观题 目前最活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德法兼修 5月3号 在中国政法大学讲话 五三讲话 第二个呢 记住 内蒙古70周年 重不重要 不重要 为什么 我们判断一个事情重不重要 两件事 第一 老习去了没有 这个很重要 第二 去了以后有没有讲话 有时候去了不讲话 那不重要 内蒙古70周年 于政生去了 老习没去 没去说明什么 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你今天政治考试 你不要想到70年那个事 不会的 一定要老习亲自去 并且什么 做讲话 你看 习总书记觉得 都不用他自己过去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重要吗 初期老师也觉得不重要 习总书记是不重要的 都是不重要的 但是八一讲话就比较重要了 为什么 习总书记去了 而且说讲话了 这个政治肯定是要考的 这要注意到 我们的标准很简单 第一 习总书记去了没有 第二 他讲话没有 他没讲话 比如说国际会议 看哪个国际会议最重要 很简单 就看什么 习总书记去了没 一般去都会去的 因为面子要给单 讲话没有 讲话以后 各西方媒体 有没有发生热评 但是一般我们习总书记 讲完话 西方媒体都会什么 热烈评论 他说的挺好的 好 这个一定要注意到 这是标准 总结一下 论述题三大热点 第一个 就刚刚说了 五三讲话 第二个 对司法改革的365个字批示 365个批示 第三个是什么 19大报告 我个人认为 七一应该不会考论述题 七一应该不会考论述题 不是七一 八一 七一是香港回归 习总书记去了 但没有做重要讲话 你告诉我七一讲话了吗 没有 他只是去了 没有做重要讲话 所以七一也不重要 然后八一 八一去了 做了重要讲话 但跟我们法律没关系 内蒙古70周年没去 不用去看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 一定要看出重要性 和什么 和那个什么 和那个领导的重视程度 领导的重视程度 就是初期老师的重视程度 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好 这是第一个 方法讲了第二个了 要关注 应该是第三个 要关注什么 主关题 好 再说一下 法术通关三个大核心建议 第一个建议 每天早上一小时 综合课突破120 每天早上一小时 综合课突破120 你怎么激励自己呢 两点 第一 你就告诉自己 世界首富 凌晨几点起 凌晨四点起 全国首富 王健林同志 凌晨几点起 五点起 你的目标是什么 全国状元 或者是考得很高峰 凌晨六点起 记住 我要求不高 你只要六点起就可以了 六点起到九点上课 还有三小时 背一个小时单词 我不是说你早上不用背单词了 单词还是要背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小时 看什么 综合课 就每天早上要两个小时 好 另外千万别熬夜 有同学说 老师 我是夜猫自行 什么叫夜猫自行呢 白天萎靡不振 晚上什么 精神抖擞 特别是凌晨两点 我都感觉 我看书效率可高了 注意哦 没有考试 是在凌晨两点考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 你要把生物钟调整过来 我们现在还一百多天 还来得及 回去赶紧调生物钟 怎么调呢 很简单 就一个方法 十二点之前 必须给我睡觉 每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关手机 放心好了 十二点之前 跟所有人说一下 我要睡觉了 关手机 明天早上六点联系我 我六点起 一天保证六个小时睡眠 一天保证六个小时睡眠 有人说 老师我十二点弄完以后 我手机关掉 我睡不着觉 刚开始是这样的 后面会慢慢会好的 你放心好了 养成习惯 你只要坚持十二点 关手机睡觉 你一定能早起 你要睡到两点多 然后六点起 那时候你又不是神 你不可能这么起 一定要不要熬夜 一定不要熬夜 这个一定要注意到 比如说老师 另外中午要不要休息 这个我本来不应该说的 中午是一定要休息好的 中午至少要睡半个小时 很多人说 老师我现在拼命了 我中午强撑着不睡 等你们一上课 我就睡了 而且我觉得你们一上课 我睡得最香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老师一讲课 催眠取来了 关键还是讲 最容易犯困的 法理学 宪法学 还有什么 更容易犯困的 法治史 最容易犯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 睡得可好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中午睡 好 那么这有点扯远了 我们继续回过来 三个建议 一 每天早上一小时 中午后脱火120 第二 中午是真题 真题做几遍 做三遍 你问一个任何过关的人 或者问任何一个考试的人 就问他一个问题 你真题做几遍 他会很自豪地告诉你 我至少做过三遍 这个都是真心听建议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第三个主观题 主观题一定要注视 特别是法理学的论述题 你要关注时事 做到四个字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 那么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到 我们去年的简答题 考的都是什么 新增考点 大家知道 去年新增考点是什么 法律全球化 去年其实压倒题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去年新增了27个新增考点 你只要里面挑一个 就考到了 那么今年呢 今年就看到新的考试分析 所以我们这里面 为什么会有两个班 一个叫暑期班 我们后面国庆 还要再开一个班 国庆为什么要开这个班 是因为国庆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出来 什么大纲 大纲 大纲会有一个对比 大纲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对比 去年新增了27个 考了一个 今年新增几个呢 不知道 我也没见过大纲 但是呢 大纲出来当天 我们会做分析 大纲对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人生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而且后面压题 我们主要就是看大纲的变化 无论是一个小的标点符合的变化 一个字的表述的变化 说明初期老师看到了这部分 那凡是初期老师重视的 我们都很重视 这里面我说一下 大纲编写者和初期老师 是同一拨人 是由初期老师来编大纲的 所以呢 你放心 大纲凡是做的每一个变动 都是考试重点 当然对于大家来说 明星来说 今年明法最重要的是什么 明法总则 还有人经常跟我说 说老师啊 明法总则今年可能不考 考试分析 有可能考明法通则 我说 蒋天啊 你活在什么时代 大家注意啊 虽然它是几月十二 几月几号实施 十月一号实施 我们什么时候考 十二月考 肯定是考新法嘛 这还用什么 还用怀疑的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 马上要考的司法考试 九月二十几号考 都用的是吗 用的是新法 为什么啊 因为在他考的时候 他是旧法 等他考完了 他就是新法了 改券的时候 就已经是新法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所以肯定考新法嘛 这个没什么争议啊 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考多少分 这是可以争议的 比如说 他们觉得可能分数不会太多 因为是新的内容 这个我觉得 我可以承认这一点 可能考的分数不会太多 但你说不考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你呢 不要有侥幸心理 说老师 考试分析现在还是旧的 现在们当然还是旧的了 等你拿到新版的 它就是新的了嘛 但是我相信 你们的老师 应该很负责任的 应该都是按新版讲的 这个毫无疑问 他一定会告诉你 种植和通植的 一个重大变化 这个呢 因为我不是民法专家 我不好 万家评测 但是呢 有可能今年法理学 考一个什么 跨界的题目 他说啊 民法典修改了 增加了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叫什么原则 绿色原则 对 这个题目也是我 最近比较关注的 什么叫绿色原则呢 大家知道 我们法理学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什么 人与自然的 什么发展 和谐发展 又叫绿色原则 好 他说民法典有点绿 好不好 好 当然好了 请这样注意 在所有论述当中 有没有不好的 没有的 关键在于 你怎么用一千个字 来表达这个绿 绿的真好 当然要一千个字了 论述题 我们都要求什么 一千个字 人家说老师 一千个字 怎么准备 怎么编 绿的绿油油 青山绿水 怎么怎么样 这个当然不是 你现在要准备的 我们主观题 后面会给大家准备好的 我每次都给大家准备好 大概八百个字 到一千个字 你的任务就好 背就可以了 好 这个我们在后面讲 论述题 大家放心 在这么多年题目当中 我最有把握的 就是什么题 论述题 十几年来 论述题 从未没有预测过 也就是说 十多年来 论述题 我从来没错过 为什么 论述题 两个特点 只考当年最新点 什么最火 就考什么 第二个 答案都是固定的 就是夸达好 怎么夸达好 都是万能答案 比如说 我不管考什么题目 我都说它 是我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事关执政新国 幸福安康 长治久安 为了实现伟大中国梦 实现小康社会 必须坚持 什么什么什么 我举四个例子 比如说 去年考的是什么 两法三治 你怎么写 两法三治 是建设中国特色法治国家的 必有之路 事关执政新国 幸福安康 长治久安 为了实现伟大中国梦 必须坚持两法三治 那之前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严格司法 要求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 是建设法治国家的 必有之路 事关执政新国 幸福安康 长治久安 为了实现伟大中国梦 必须坚持什么 公正司法 那今年考什么呢 今年考德法兼修 你怎么写 德法兼修 是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必有之路 事关执政新国 幸福安康 长治久安 为了实现伟大中国梦 必须坚持什么 德法兼修 那如果今年考 攻打印度 德法 攻打印度 是建设法治国家的 必有之路 事关执政新国 幸福安康 长治久安 为了实现伟大中国梦 必须什么 打赢印度 德法 你印度打赢 就不要抢这个事情 德法 我们现在不是 打不打的问题 我告诉你 中央讨论的问题是 不是打不打的问题 是一打 什么时候结束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让他三十年之内 不敢再打的问题 德法 一定要打疼他 让他三十年之内 不要抢打的问题 大家注意 我们做到了 我们不是 印度不是几年前没有的 二十年前 印度曾经侵犯过 我们一次 对吧 我们就把打的 他三十年之内 不敢动 越南 越南现在又蠢蠢欲动了 对吧 忘记什么 打到手动那回事了 对吧 好 我们要求什么 要打 就让他三十年内 不敢再想这个事 对吧 那要杀多少人 才能得到这点 对吧 让他军事设施 全部回到什么程度 你才能打到这点 当然要同时也是什么 一次很好的杀鸡 给侯看的一个把戏 对吧 其实我们的心腹大患 并不在于什么 越南啊 印度啊 印尼啊 这种小国家 我们的心腹大患是日本 日本背后的美国 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这一定要注意的 当然考试不考这个 我们这个不会考到 这个属于什么 属于局势问题 我们不考这个 人生最悲催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考试了 开张了 对吧 好 所有考试全部取消 对吧 放心好了 不会的 十九大开完 十九大之前不会打的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十九大之前不打 十九大以后打 为什么 这个肯定老子毫无用的 肯定要等完十九大 十九大以后考完 考完以后过完元旦 原来才说 对吧 过节还是要过的 对吧 所以这要注意 好 我们这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要注意到 还没讲完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法理学 我们讲讲法理学 毕竟我讲法理学的 好 讲法理学 法理学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分多 什么叫分多呢 大家注意 法理学是中国分最多的 有多少分 有六十分 有六十分 第一个分多 比如说老师 民法刑法分更多 民法也七十五分 刑法也七十五分 对的 分多不是它的特点 这是它的特点 但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第二个特点 什么 提傻 这个很重要 提傻 傻到什么程度呢 刚才说了 论述题很容易的 基本上都知道考什么 新内容 更重要的是 选择题也很傻 选择题要符合三大规律 记一下 第一个规律叫联系律 第一个规律叫联系律 什么叫联系律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如果题目出现了 无关 没有关系 完全独立 这个说法都是错的 出现无关 没有关系 完全独立 这个说法都是错的 这毫无疑问的 当你看到无关 没有关系 完全独立 肯定是错的 这第一个律 叫联系律 第二个律 叫什么律 叫全面律 大家知道 马克思最恨什么 骗面的人了 马克思最恨 骗面的人了 如果题目当中出现了 只要 只有 仅仅 这个都是什么 这说法都是错的 只要 只有 仅仅 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那么唯一 对还有唯一 唯一也是错的 再说一遍 全面律 看到 只要 只有 仅仅 唯一 都是错的 第三个律 叫相对律 大家知道 马克思最恨什么 绝对的人了 他认为 这些事情有没有 绝对的事 没有 当然 他自己出 这个我在后面讲 相对性 没有绝对的事 所以当中出现 所有都 任何时代 任何社会 永恒不变 永远 这种说法 对不对 都是错的 所有都 任何时代 军 还有永远 永恒不变 都是错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所有的男的 都喜欢女的 对吗 肯定是错的 人间有多少好机友 所有这个说法 一般是错的 但是相对的 有个例外 什么例外 党除外 今年肯定会有这句话 我刚刚讲过了 党队军队 什么领导 绝对领导 能不能绝对 改成相对 不可以的 一定是党指挥枪 稍后 我可以的 不可以的 稍后 稍后